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对于还在使用Win10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微软官方将在2025年10月14日正式终止对Win10的支持 也就是说,Win10系统将失去一道至关重要的安全防线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终止支持意味着官方将不再推送任何安全更新 当新的漏洞被发掘时 Win10设备将毫无防备地暴露在这些威胁之下 到那时,电脑在面对网络攻击、木马病毒、勒索软件等恶意程序时 将变得异常脆弱 不过,请不要焦虑 今天这期影片,我将手把手教大家三个完全免费的解决方案 包括升级到Win11或Win10长期服务版 或免费延长Win10的安全更新 无论电脑配置新旧,总有一个方案合适 首先,第一套方案是升级至Win11 我们右键点击左下角的Windows图标 点击打开设置 向下滑找到更新和安全 点击它 如果出现升级Win11的推送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并安装 等待Windows更新下载完成之后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重启后电脑就升级为了Windows11 所有的软件和个人文件都会被保留 如果打开更新和安全后 没有看到Win11的升级推送 而是显示不满足硬件要求 或是虽然满足要求 但由于微软分批次推送的原因 现在仍显示正在准备 这时,我们可以选择手动升级至Win11 首先,我们来访问Windows11的官方下载页面 向下找到下载Windows11磁盘映像 点击方框 选择多版本ISO 然后点击立即下载 然后选择系统语言 点击确定 点击64位下载 这时,会下载一个7GB左右的系统镜像到本地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双击运行它 这时,ISO文件会作为一个虚拟的磁盘 挂载到电脑上 我们进入该磁盘 双击运行Setup 点击更改下载更新的方式 然后点击不是现在 来跳过安装系统时获取更新 从而加快升级速度 点击下一页 接下来会进行硬件兼容性检测 如果显示不满足Windows11的系统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绕过限制 为显示不满足系统要求的朋友 请跳过接下来这段操作 我们点击右下角关闭 然后回到这个磁盘中 在地址栏输入CMD 点击回车 打开命令提示符 然后输入指令 Setup.exe 控格-product-server 然后回车运行 点击是 这时,Windows安装程序 会以硬件门槛更低的服务器配置模式 安装Windows11系统 而不是默认的Windows11配置模式 这样可以巧妙地绕过硬件限制 但本质上安装的仍是Windows11客户端系统 而不是服务器系统 我们还是点击更改下载安装的方式 然后点击不是现在 点击下一页 这样一来就不会提示硬件不符合要求了 现在所有的朋友都来进行下面的操作 点击接受条款 选择保留文件设置和应用 点击下一页 然后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这时电脑会重启几次 在此期间 不要断电或强行关机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的电脑就从Windows10升级为了Windows11 所有的软件和个人资料都会保留 有的朋友习惯了使用Windows10 不喜欢Windows11的使用体验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安全地继续使用Windows10呢 有的 接下来我来介绍今天的第二套方案 注册拓展安全更新 来免费延长Windows10的支持 我们回到设置 向下滑点击更新与安全 找到注册拓展安全更新的推送 点击立即注册 点击下一步 可以看到这里显示无需额外费用 点击注册 这样一来 我们就免费获得了为期一年的Windows10官方拓展安全更新 如果你的Windows10使用的是本地账户 而不是微软在线账户 点击立即注册后 很有可能会显示发生了错误 或者 有的朋友在打开更新和安全后 没有看到有注册拓展安全更新的推送 这两种情况怎么办呢 其实 我们也可以手动注册拓展安全更新 具体的方法我会放在本站的博客上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下方描述栏的链接 免费版的官方拓展安全更新 提供为期一年的额外支持 而付费版的则可以提供三年的额外支持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Windows10的安全支持进一步延长呢 当然有 这就是第三套方案 将Windows10升级为企业物联网长期服务版 这个版本的Windows10官方将继续支持至2032年 这套升级方法推荐给有一定计算机基础的朋友 这里我来快速演示一遍 更多细节我已整理为文字版教程放在描述栏中 首先我们将长期服务版镜像文件下载至本地 下载完成后双击运行它 现在使用快捷键 Windows SharkQ打开搜索框 输入CMD 选择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然后输入这行代码 将注册表中的系统信息修改为企业物联网版本 然后运行Setup文件 这里选择保留文件设置和应用 经过几次重启就可以升级成功了 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总的来说 这里更推荐使用第一种方法 因为Windows11作为微软推出的新一代系统 安全性更高 大家更喜欢使用Windows10还是Windows11呢 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转发 这里是第一科技站 欢迎订阅本频道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 未经订阅本频道